荒芜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危险重重 对于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女兵来说 她们将如何面对困难 两天一夜的勇闯丛林 她们又将怎样挑战极限突破自我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女兵巡逻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别人说巡逻 巡逻途中是怎样的 但是当自己亲自走上巡逻路的时候 就感觉她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险 加油 尽管踏上这条巡逻路之前 对于她的艰险 风风霞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真正走起来 比她预想中还要困难得多 我觉得她会是我军旅生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而且我觉得巡逻是我们边防官兵 就是执行自己使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去参加巡逻也非常的幸运 从早晨六点出发 方方霞她们已经连续行进了四个小时 这些平时在营区里体能差别不大的女兵们 真正在执行野外巡逻任务时 各个心里面都憋足了一股劲 想要证明自己 这是一处高度接近五十米的陡峭悬崖 崖壁边缘只有一只脚的分布 勉强可以通过 巡逻官兵们必须把身体贴紧崖壁 扶着安全绳小心翼翼地通过 慢点 慢点 两个手随时把身体抓紧 这是西藏边防最艰险的一条巡逻路 据说这条路上危险重重 到处是悬崖绝壁 从山脚到山顶的高度差 接近三千米 那么女兵们又能否完成 接下来两天一夜的巡逻任务呢 过悬崖的时候那个山很高而且很陡峭 并且那条路只能容纳一只脚的距离 如果不是贴着崖底过的话 很容易掉下去 慢点 慢点 踩死了脚下 手上抓紧 特别的不好走 必须要身体贴近墙了 然后脚一步一步踩死了 手必须要抓紧那个攀登绳 再借助队友的帮助才能顺利地通过 女兵们互相帮助 一个接着一个通过了险要的悬崖 而方方侠却停了下来 抱不敢过 推着胖 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心态一定要放平 踩死了 手上抓紧了 对面也有班长在帮你 没事 慢慢过 没事 来吧 别怕 你把握手拿 抓紧 抓紧 距脚下踩死 一步一步踩死再走 慢点 踩死了脚下 踩死 踩死 手上抓紧 干药筋好高 我不敢过 不要怕 不要看下面 慢慢过 抓紧绳子了 别怕 别怕 不要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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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药筋好高 我不敢过 其实没过之前 我没有那么害怕 但是走到中间的时候 我往下一看真的特别的高 然后心里一直会担心会滑下去 所以就不敢过了 慢点 慢点 手上把绳子抓紧 手上千万不要冲 就感觉血压特别高 害怕不敢过去 就一直趴在血压边上 班长一直在后面鼓励着我 给我勇气继续走下去 在班长黄娟的鼓励下 方方侠渐渐克服了紧张的心理 一想到自己是一名边防军人 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 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安全绳 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身体 慢慢走 一步一步过 不要怕 不要怕 班长黄娟不断在给方凤霞鼓励 希望他能够克服心里的恐惧 你都走到这儿了 千万不能放弃 你一定要克服自己恐惧的心理 必须战胜自己 后面路还很长 必须坚持下去 记住你是一名军人 不要怕 不要怕 想着自己是一名军人 而且还是一名边防战士 且是主动申请过来的 我就觉得自己更不能放弃 别看下面 别看下面 来 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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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抱着坚定的信念 方凤霞终于艰难地通过了宣扬 战胜自己的瞬间 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而对整支女兵队伍来讲 更是一种强大的鼓舞 走 走走 慢点 慢点 从早上出发 女兵们在密林中 已经艰难跋涉了近十个小时 按照计划 巡逻官兵们要在天黑之前 赶到宿营地 否则夜路将更加难写 一夜之后 迎接女兵们的路将更加艰险 她们将怎样穿越 湍急的出沟 面对陡坡 班长黄娟意外滑倒受伤 她又能否顺利完成巡逻任务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女兵巡逻记 尽管体力已经接近透支 但女兵们却抱定了完成巡逻任务的决心 她们终于赶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宿营地 三点两列 免惹我集合 好 小心 小心 没有 同事们 我们一到达宿营地 你别给我去找柴火 扎营和生火做饭 是她们此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多早一点 一会儿不够 哥 往这边再滚点 深山的夜晚寒气逼人 加上宿营地下起了小雨 让奔波了一天的女兵们更感觉寒冷 不过能吃上自己做的热腾腾的饭菜 也多少缓解了一下身体的疲惫 亲爱的战友 你不要想家 不要想妈妈 深深我日夜呼唤 多少句心里话 不要离别 好吃吗 班长 好吃 以前有经历过这种在野外溯营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 感觉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天又下雨 挺冷的 班长黄娟入伍八年 是这次参加巡逻的女兵中 年龄最大的一名老兵 体能素质一直是班里最好的一个 作为带队的班长 能否带领大家完成这次巡逻任务 对他来讲也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为了给白天赶路 留出更充足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 巡逻官兵们就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出发了 茂密的丛林中 沟壑纵横 倒入险峻 眼前本就不宽的山路 突然变得更加狭窄 女兵们马上就要到达 被老兵们称之为陡坡的险要路段 一会儿爬着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紧张啊 不要害怕 没事儿 就是那个石头上有点滑 脚踩稳了 然后手一定要抓紧笋 不要担心 慢慢的看着点就行了 走吧 走吧 就先上嘛 然后一定要小心啊 一个个来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帮一下 推一下 抓紧了 抓紧那个树子 结实的那种啊 不要抓那种干的树子 班长黄娟对陡坡路段 进行了反复的叮嘱 足以见得 接下来女兵们要面临的陡坡要多些 慢点啊 看着这脚下的 慢慢走 小心点啊 陡坡已经成为每名巡逻官兵 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血药 山势几乎成90度 垂直向上扁伸 如果不借助绳索和战友们的合作 一个人几乎很难翻日 小心点啊 脚踩死 当时过那个悬崖的时候 还下了点小雨 然后那个石头上还长了青苔 徒手是爬不上去的 还必须得利用攀登绳 女兵们双手拉紧攀登绳 再利用双脚的配合 采用手脚并用的方式向上攀爬 而刚下完小雨的坡面十分湿滑 加上负重20多公斤装备 女兵们想要翻越倒坡 显得十分吃力 就在大家小心翼翼通过的时候 体能素质最好的班长 突然滑下了倒坡 走 走 班长 没事吧 慢点 慢点 走走走 班长 小心一点 班长 你在旁边那里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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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吧 好吗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现在也没有磕到 去磕了一点 没事 不影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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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班长黄娟脚下意外的采华了 幸亏在滑落过程中 一把抓住了绳子 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 班长 刚才我看你 那个攀拔悬崖的时候 然后摔了一下 严重吗 对 腿还受伤了 因为刚才那悬崖 它抖了 而且特别滑 然后手没抓 脚没踩 没踩湿 然后就摔下去了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伤吗 可以 是不是很疼呀 这个 挺疼的 尽管班长黄娟的膝盖受了伤 走起路来会十分吃力 但为了给女兵们树立榜样 她并没有放慢脚步 随着接下来巡逻路的险药增加 她必须做好充足的精神准备 和战友们一起渡过难关 5月的西藏正值日记 水系丰富 随着河流水位的上涨 战士们巡逻时搭设的简易木桥 已经被冲走 为了安全起天 官兵们决定 重新搭建一座独木桥 这是一张战士们 雨季巡逻时拍摄的照片 在绳索的辅助下 他们站在一根光滑的原木上 依次跨过 汹涌极流 一旦脚下打滑 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十四年前 就曾有战士通过渡路桥时 突遇泥石流 壮业牺牲 班长黄娟尝试第一个通过 班长黄娟刚才在通过斗坡时 不小心滑落下来摔上膝盖 现在却要第一个通过独木桥 所有人都在为她捏着一把汗 而黄娟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试一下是不是 我试一下 我看一下里面走 我说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吧 不管是觉得什么危险的地方 不管是觉得什么事情 必须走在前面 必须给他们做个榜样 大家团结协作 然后一起把这个巡逻的任务完成 黄娟用手轻轻地扶住绳子 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 然后再一步一步 缓缓向前挪动脚步 重心稍微不稳的话 就会直接率进冲钩里 独木桥上出了一根绳子板 没有任何别的因果 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轻了起来 那么班长黄娟能否顺利通过独木桥呢 因为那个独木桥是用树搭的桥 然后那个树特别的窄 而且特别的晃 走在上面的时候 往下看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就自己很害怕掉下去 所以心里面特别紧张 班长黄娟克服着心中 对独木桥的恐惧 一步一步 终于艰难地通过了这道冲钩 随之而来的是 女兵们心中的勇气 也被班长黄娟激发了出来 一开始还不敢过 后面看着班长 第一个带头走上了独木桥 然后自己也战胜了心里的恐惧 自己觉得班长能行 自己也能行 慢点 不要看下面 别紧张 慢慢走 抓紧了 手伸抓紧了 马上快到了 过去车 当时过去的时候 压根就不敢往河底下看 水流太急 我就只盯着木头 手扶着绳子慢慢地过 过了那个桥之后 才舒了一口气 在班长黄娟激的指挥和鼓励下 女兵们一个接着一个通过冲钩 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 经过两天一夜的艰难跋涉 巡逻官兵们 终于到达了这次巡逻路线的终点观察口 对他们来说 一路上不断克服艰险的过程 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 一名边防军人的神圣职责 我巡逻分队以按计划抵达东北测台地 现已完成观察检济 五一场情况 我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 请祖国发信 请人力发信 站立 作为边防第一批巡逻的女兵 能走上巡逻路 然后站在我们的国土上 先是我们的主权 我的内心是无比的骄傲 无比的自豪的 回程的路上 虽然要历经一样的艰险 但女兵的脸上 却多了几分从容和自信 对他们来讲 只有走过了巡逻路 才能更深地体会 一代代巡逻官兵 做出的默默奉行 只有走过了巡逻路 才意味着成长的真正开始 年轻的女兵们 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用心中的坚毅和赤诚 去守卫祖国的边防 祖国的边防 全军某新型导弹 双发骑射记录的老牌射手 他是刚刚斩获陆军 防空骑兵敌武第一名的 新晋冠军 一屋场上 他们如何激烈过招 实力比听 谁又能取得最终的胜利